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在这时候又来看到有很多政治上的争议 行政院长苏贞昌他针对莱猪进口议题 答复国民党立委讲万安咨询的时候 提到了屏东的性供猪肉很支持 结果性供猪肉就发出了声明 否认说没有我们没有支持这个莱猪的议题 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国民党立刻见列欣喜 就质疑说苏贞昌是不是制造假消息 在政治操作要他道歉下台 但是有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是跌勾倒菜多 张飞打岳飞 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要来看 同时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传出中国方面运用所谓的融媒体 就是结合了网络 还有通讯软体跟传媒平台 强化对台湾的统战 这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还有美中经济跟安全审查委员会 建议提升美国在台协会AIT处长的位阶 说职位应该改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 这个意义的部分到底有多重大 我们也要来了解 另外是中国跟澳洲现在关系恶化 双方针锋相对 那么中国也对澳洲葡萄酒 实施了高关税的报复 而驻教廷大使李世民 还去买了一大箱力挺 同时中国方面现在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贴假图之后不道歉 澳洲媒体也火了 他们就反击 好他们登的是什么呢 这张照片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著名的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人照片 最后还加注说照片是真的 好另外呢 澳洲现在也打算要跟美国联手 研发这个极因素巡异飞弹 阻止侵犯澳洲利益的行为 这是不是也是冲着中国而来呢 好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川普卸任之前呢 据说即将要任命新的印太司令 好那么他现在呢 自己的这个捍卫选举基金已经募得了49亿 也要资助卸任之后政治的活动 也有人说他是不是为了要钳制拜登 我们稍后都要一块来了解 好接下来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时事评论家 温朗东 大家好 另外呢是资深媒体人王思琪 思琪好 大家好 再来是前国民党皇国议员党部主委 于北辰 主委好 大家好 另外是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 老师好 清平好 大家好 还包括了财经专家邱敏宽 敏宽好 大家好 好我们就先来看看 昨天苏贞昌在立法院被询的时候 到底是跟这个国民党立委 蒋万安针对美猪进口 质询是如何针锋相对的 我们先带你来了解 不要误会 直言误会一场 因为前一天行政院长苏贞昌被询 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表明 曾到屏东拜访猪农 猪农很忧心 却没说出业者名称 苏贞昌直接呛出屏东猪农好朋友 我们可以提供管整的国际市场 委员 但上礼拜 我去屏东 那个姓公出口猪肉 到日本 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 他很支持 但这一席话 却被曲解为 姓公猪肉支持莱猪进口 一号深夜还发声明指出 他们从没支持莱猪扣官 我们公司并没有 他一定要任何有关来 各个关 我们支持 支持莱猪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附近是国民党中常委 但是我们并没有说 这个公司我们要去把它弄得正直 或者我们的肉可以出去 可以外汇过来 那当然是好事情 他们支持政府这样子做 并不是指哪一家公司 支持韩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 其实日前苏文昌才亲自前往性供猪肉 拜访主题也无关莱猪 台湾猪肉 在 说猪的朋友支持政院 却被炒作成猪农打脸苏文昌 其实国民党不断出招 苏文昌一号备巡前 国民党开党团大会 就指控行政院派警官队监视在野党 其实不要为难基层的警察人员 行政院没有必要派什么警官 去听什么哪一个党团的运作 为基层员警报不平 苏文昌被杯葛12次后 好不容易上台备巡 国民党这回不丢猪内脏 该以乌贼战延长战线 三连选笑语庄会期谈到 好来看到最近国民党的动作很多 丢猪内脏 然后昨天也有栽赃的情况 现在又打了乌贼战 好我们来看到这到底是不是误会 苏文昌他怎么讲 苏文昌是说他自己上个星期 才到信工肉品厂去参观 他说他讲的意思是 台湾无论养猪业者 肉品出口业者都是战战兢兢 常年努力 并不是指哪家公司支持 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进口 大家不要误会 好那么现在信工的经理他也说 他们发了声明说不挺莱猪 是对客户交代 不是说要打脸苏院长或是政治化 可是问题是现在国民党 就把这个事情讲得很严重 说叫苏院长甚至要道歉要下台 好郎中怎么看 没错 其实这个事情很显然就是说 国民党想要把蒋万安塑造成政治金铜 但是很显然蒋万安在反应上面 在准备上面都有所不足 所以他经常会结巴表示他心虚 上一次的时候 苏文昌就问到他说 你在美国不是也吃了非常多猪肉吗 蒋万安就结巴了 这次又问到说到底是哪一个猪农 那么强烈的反对政府政策 蒋万安也结巴也没法回答 为了掩饰蒋万安的这个心虚 跟准备不足的话 于是就移转了焦点 因为明明那个时候讨论的是说 到底美国猪肉进来之后 会不会对本土的猪肉 产生经济上的冲击 讨论的是经济冲击面 而不是瘦肉精的这个问题 但是整个蒋万安和国民党 亲中的一些媒体就把它塑造成说 你讲那个姓公的这个猪肉 姓公公司 其实呢他们呢 这个并没有在这个里面 其实重点在于是说 那姓公公司也配合国民党 发了一个声明是说呢 这个我们呢 这个没有出院长来的时候 没有讨论到 莱克多巴胺的问题 可是回归到整个事实面来看 这整个讨论一开始 都是在讨论产业冲击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必须要想了 目前台湾的一些猪肉 能够在台湾 已经有机会卖下到全世界 就是因为在整个口提意拔针上面 在非洲猪瘟的阻挡上面 以及就算说美国猪肉 进来到我们整个福岛 转型冷冻链的建立上面 都让非常多的猪能有信心 所以就是为什么是说国民党 他一直想要说我要号召猪农出来 都没办法 他抗争的只好去蹭了 这个秋豆这个场子 而其中你会看到参加猪农 几乎是没有 而蒋万安自己所放出来的影片 也不敢指名道姓说 到底是哪一些猪肉厂商 哪些猪农受损 所以整件议题我认为是说 其实是国民党他过意的 故意的一种政治操作 对于大部分的民众来讲 当然你收金会有些疑虑 在安全许可范围之内 少吃一点标示清楚 民众可以选择 这议题基本上可以结束 可是为什么呢 对于国民党他要穷追不舍 因为对中国来说 他从201620172018 每一年他比台湾人更关心 美国猪作要卖给台湾 这非常的荒谬 是为什么 因为对于中国来讲 香港本身就开放 含瘦肉精的美猪 香港还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中国统治 中国不担心香港人的健康权益 反而来担心台湾的健康权益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最害怕的就是台美关系改善 所以为什么美国的智库 现在就发了一个研究报告 告诉你说 现在台美关系随着美猪即将进口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所以以后AIT的处长 会升级比照各国大使的话 由参议院提名总统同意 换句话是说的是 在台美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 中国就非常紧张 中国在台湾的代言人 中国国民党也显得非常紧张 所以奉献的是说 国民党不要假装自己是真的非常关心实案 他关心实案的问题 各地方国民党非常多 22个执政县市 是不是可以具体的跟行政院说 哪里标示有困难 哪里基查的力不足 我相信行政院一定会有很大的力量 跟着这个诚意去补足地方 所需要的一个资源 重点在于说 现在国民党根本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只想要塑造一种 民进党好傲慢 然后民进党都只会做宣传 民进党没有在做事 事实上对于整个猪肉的一个分离 从猪肉到美国的厂商 这样的一个检测 所有的政策都已经出来的 这个时候 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会慢慢知道 是说对 所有金这件事情 大家会有一点顾虑 标示清楚 查验检核合格了之后 大家还是可以像美牛一样放心的吃 最重要是背后的台美关系 其实就是台湾最重要的一个保证 好 所以我们看到 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有讲就说有讲 没讲的话不是这个意思的话 也是要说清楚 好 这个事情我们也来还原 当时是不是 我们看到蒋万安他当时在质询的时候 他就说请问对于养猪产业 有没有冲击 有没有做过冲击影响的评估 冲击影响的评估只有四页不如日本 然后农委会的成绩中 他就说你不要曲解我们的经济报告 他说日本的这些配套措施 在台湾除了差额关税 其他我们都做到 而且我们用130亿基金 在做永续产业的提升 我们比日本还厉害 我们的猪肉可以出口 日本是不能出口的 然后苏贞昂也说上个星期 我才在屏东猪肉销到日本 然后蒋万安他就说两个星期前 我到屏东 他们很担心养猪产业会受到冲击 苏贞昂就问他说你看哪一家 因为苏贞昂是在地的 他就很了解 他就问蒋万安 结果蒋万安就支支吾吾 有点结巴说他们叫我不能说 怕被查水表 然后苏贞昂就说上个礼拜 我到屏东信公出口猪肉到日本 他还是国民党中常委 他很支持 然后他说新进口的一定茶厂 一定逐批茶宴 茶宴远大于茶厂 委员应该很清楚吧 好结果现在这个事情 就被国民党就说 你现在是怎样 因为你是不是说信公他们是支持莱猪呢 因为信公发了一个声明 好信公的声明是说 苏院长去的时候没有讨论到 或是提及莱猪的议题 所以呢没有苏院长 在立法院说明支持莱猪的事情 他们坚决不会使用进口的美国莱猪 作为公司内外销的产品 结果这样一讲之后 马上因为这个信公董事长杨博人 他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他也说这个苏贵的说法是欧北共 我支持的是台湾猪肉外销 说是他故意误导 拖他下水的 所以呢国民党方面就一直在骂了 说苏贞昌是移花接木 欺骗社会大众 要主动辞职下台等等 所以然后来他也回应说 他说的是说要让台湾的养猪业者 有自信 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争取出口外汇 不是指特定的业者支持莱猪进口 大家不要误会 好随后呢最新的情况就是信公的经理 跳出来说他们做这个声明说不挺莱猪 其实就是对客户交代啊 他们不是要政治化也不是要打脸苏院长的 好所以弄到这边很多人可能听到 我接着请教一下 好我们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 你如果看那个诊断质询 其实就很清楚那个脉络 那个脉络是蒋万安在问对国内的冲击嘛 那有没有做冲击影响评估嘛 那所以才会看到陈吉仲赶快接着说 有我们这个冲击评估 我们都可以装箱 我上个礼拜才去装箱整柜可以出口了 也就是说那个是一连串的脉络啦 然后所以初生长赶快说那个屏东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他们在回答的是 有没有对于国内的猪农的冲击 做好因应的准备 所以这件事情被主题措置了 被国民党有一点是移花接木主题措置 然后硬扣上说 好你看你竟然栽赃人家支持来 猪农支持来猪净 这个就是乱七八糟来 就根本就胡乱兜那个主题 所以还是要回到原本的那个执询的现场 来听他们到底讲什么嘛 好 那如果大家有看那个信工实业 昨天发表公开声明 我觉得很好玩哦 就是国民党他特别挑了几个重点 他怎么没有挑后面的重点 后面的重点是信工强调 我们绝对不是用这个美国的进口的美国的猪 作为公司内外销的产品 然后呢 本公司的产品在抗生素 黄氨剂都是零残留 更何况是可以轻易排除的莱克多巴胺 猪农自己认证 莱克多巴胺可以轻易的被代谢掉 那国民党怎么不抓这句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比这个抗生素 也比黄氨剂 或者是利尿剂这些东西 更安全嘛 因为他很快速的就会被猪的这个生物 有机体给排除掉 所以国民党你要看全文 你前面抓的重点 后面的重点 麻烦一并抓啦 那我觉得蒋万安昨天的质询 就是说有几个 有几个我想不通的地方 第一个我会建议蒋万安你应该到云林 因为云林的养猪其实是全台湾最多的 就是大户其实都是在云林 你跑到屏东 屏东是人家苏贞昌 人家是在地当过屏东现场 你跑去人家的这个领域去踢馆的话 你就应该要做好更万全的准备 所以我会建议你下次要去的时候 麻烦去一下云林啦 第二个是说 他在国民党丢了猪内脏之后的第一棒上场 去咨询苏贞昌 看起来是有备 要有备而来 然后看起来也是国民党特别为蒋万安设计的一个 一个场台 一个舞台 因为蒋万安要选台北市长的这样子的 动作是越来越多 好 你要选台北市长这很OK 但是第一麻烦你的准备要做充足 第二 你要不要解释交代一下你在未完委员会当招委 为什么当立法院的朝野协商都已经决议说要在11月底前把年度的总预算审完 而你不审耶 你拼了老命在那边找陈时中来 为什么 因为你要选台北市长 你为了你个人要选台北市长 然后可以不用管立法院的总预算的进行的审查吗 你只为了打造出自己的舞台 我先挑战陈时中 你知道卫和委员会13次委员会里面他找陈时中来几次 找了10次 我打陈时中打10次 然后我在上场打苏贞昌 那个目的性都是太政治 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嘛 所以如果 蒋安或者是国民党 真心为了实案把关 你们就一个一个揪出来 当行政院推出的五项管制措施 从源头到餐桌 哪一个环节你们觉得不够 行政院做的不够 必须加强 就这个东西你应该要提出来 你这个东西不提出来 然后你想踢管又踢不了管 那我会觉得很大差 这样要选市长 我会觉得台北市民的要求会蛮高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多做一些准备 然后少放一点个人的政治利益在里面 真心的为大家来实案做把关 我觉得那个才会是选台北市长的一个最好的基础 你是不是真心的 其实大家也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蒋万安 因为他这次直询的时候 本来国民党方面希望他有很好的表现 给他弄了一个舞台 结果没想到他在跟苏奎两个人 这样子一问一答的时候 这当中还结巴了 所以就让大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政治金童有点崩坏 我们看到像是这个 知识媒体人曾伟珍他就说 国民党的蒋万安上次直询被打脸 然后国民党的份额连续杯葛 院会12次 死都不让苏贞昌施政报告 昨天蒋万安又被打脸到 气急败坏 国民党马上施压 要信公发声明 回击苏贞昌 但是信公的声明 真的就是张飞打岳飞 跟苏贞昌的说法 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他之外 像Coco姐他也讲说 蒋万安后来公布的影片 都是自己 自说自话剪接版 主要都是在动员秋斗游行 哪里来的 他直询说的 猪农诉说担心 产业冲击 他说前前后后都说 他自己在讲猪农了解 莱克多巴胺如何如何 他说这不是废话吗 一句猪农自己讲的话都没有 根本就是作秀宣传 还好意思公布吗 然后他就说 不是说人家担心茶水表吗 怎么这么不守诺言 没道义 主委你怎么看这整个事情 闹到现在 然后大家都觉得 好像张飞打岳飞 其实上个礼拜的 飞行的猪大肠的事件 结束之后 其实对于国民党 整体的询问度是变高了 那询问度当然是正负两项都有 可是国民党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高的询问度了 大家去点他的英文 至少有那个声量 至少有人看他的新闻 就算是负面也就算了 至少有人看 至少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logo出来了 他们有这个飞行的猪大肠 这么一出戏 但是这个事情过后以后 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礼拜的咨询 非常重要 上个礼拜斗舞嘛 那舞的方面我们有创意出来了 那可是文的方面 你要有见地 你要真真见血 所以我说与其讲说铁鸡的无功 这个蒋万安遇上 苏贞昌 我真的叫做苏森遇到员外 那真的是很难去质询 就是你苏森 蒋万安你要发挥你的专业 就是你针对这个 莱克多巴胺的相关的这个试剂 在这个猪肉上 它从一只猪肢 变成一块猪肉 这是不同的 这只猪曾经在美国 在任何地方 它在小猪的时候 可能有施打过这个莱克多巴胺 或是一百多种 所谓的生物试剂 但是当它从一只活体猪 变成一只冷冻猪的时候 这块冷冻猪肉上面 有没有莱克多巴胺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所有吃猪肉的老百姓 和卖猪肉的猪农 他所关心的 如果它从活体猪 变成猪肉之后 这一块猪肉上面 减体出来的莱克多巴胺的含量 是几乎等于零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 没有用的议题了 所以我说 现在不要去讨论活体猪 它还是一只猪的时候 它有没有使用过 莱克多巴胺这个源头 我觉得这倒是其次 变成猪肉之后有没有 那再讲到说 我们跟本国的 这些猪农的竞争力 台湾的猪农 最大竞争力是什么 温体猪 温体猪 因为美国的温体猪 不可能来嘛 不可能坐船 运一只活体美国猪过来 不可能 它一定是变成一块猪肉 冷冻完送过来 所以台湾的猪农 最大竞争力叫温体猪 温体猪的猪肉好吃有弹性 做任何的食物都好 但是我们要保护 台湾猪农的问题 就在于 你的温体猪内销的销路 会不会受影响 我觉得这才是猪农 是要知道的嘛 如果说美国的猪肉 进来之后 影响到我温体猪的出售 那我的猪农就要抗议 所以说这次 我说讲万安 如果说到了 这个屏東地区 真的问到了 饲养猪的商家 那就表示这个商家 对于他的温体猪的销路 产生了问题 那如果温体猪的销路 没有问题 那我相信商家 对于这个 所谓的来际的问题 他只是想 你们进来 只要我们不吃 只要不影响到 我猪肉的销路 我觉得他们是 不会有太大的硬件 但主委你觉得到底 国民党这几次 表现得怎么样 像是苏联强他就讲说 他当时讲信工很支持 他指的是支持 护台湾猪农政策 所以他觉得 是被国民党运作嘛 那国民党方面也看 国民党的话 就讲得很重啊 说他移花接木 误导视听欺骗啊 然后又说 他应该要道歉 然后要主动辞职 下台等等的 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说这个事情 你其实把这个录影 带入再看一次的话 你就觉得说 这当中 真的两边的主持 是不一样的吧 那你觉得国民党 最近表现得怎么样 又丢内障啊 又昨天又栽赃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 猪肉政策 跟莱克多巴胺 是两回事 所谓猪肉政策就是说 我供需要平衡嘛 台湾为什么需要进口猪肉 除非台湾的猪肉不够吃 所以要进口美国的猪肉 还增加 那其他的 所谓贸易上 经贸上 台湾那另当别论 那如果说这个猪肉进来 可以在台湾里面 对于猪肉的价钱 第一个 我们本国猪肉猪肉的猪价 不能受影响 这点是最首要的 你当个在野党 必须要互助这一块 让猪肉的生计不受影响 然后让进来的这些猪肉 第一个 保持它的所谓检验合格 那让所有的人民 可以吃到平价 稳定的猪价 又是安全的猪肉 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的 那至于说 猪肉所发出的声明 第一个 它是做生意的 猪肉做生意的 那只要国家的猪肉政策 对我的生意上 没有重大的影响 跟挑战 那当然是所有的 台湾的人民最守法 就是符合国家的政策 那如果说今天 你认为说 他认为符合国家政策 就是接受莱猪 那这个老百姓 这个猪龙 他当然要翻脸 他说没有啦 不是啦 我是猪肉政策 我没有支持莱猪 所以说 对于很多声明 不管是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大家要看清楚 否则以后 变得老百姓不敢讲话了 变得这些猪肉商 不敢说话了 所以说 大家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要看清楚 老百姓讲的资质片语 要给他原本不动的还原 这样对百姓才公平 好 那老师我就请问你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蒋万安嘛 好 现在呢 就有一篇报道 他就讲到就是说 其实民进党早就受到 蒋万安对绿营的威胁 所以在立法院当中 把他当作头号的打击目标 然后呢 要防止他中心 国民党 所以他说呢 这个苏贞昌呢 只要遇上蒋万安 就会特别伺候 两个人上次杠上 苏贞昌就笑 蒋万安在美国念书 吃美猪 吃很久也没怎样 昨天又来了 先提这个美国念书的事情 然后又酸 他是不是去过屏东猪场 好像他是一个 不接地气的贵公子 所以他就说 季寒鲁鱼之后 现在所谓的黑奖生产线 已经成型的 有这么严重吗 我认为 蒋万安委员 他要选市长 这是他个人政治选择 那我们尊重 不过刚才朗东讲了一句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是说 国民党现在呢 要把它塑造成 可以选市长的政治金童 等于是说呢 现在莱猪这些民生议题 国民党觉得 可能都还没那么重要 拼选举 两年后的选举 变得非常重要 而且是为了 个人的选举非常重要 我认为 如果国民党这样子的话 其实真正得到好处 是民进党 因为呢 你现在呢 这个要塑造蒋万安 成为政治金童 所以呢 当他打头正来问莱猪 但是实际上 第一个 他对这个议题不内行 其实不是每个人 对每个议题都很内行 所以你为了要塑造 他成为政治金童 叫他打一个 不内行的政治议题 这就道道地地的代表了 这个就是拼选举 而不是为了民生 所以这一点我认为说 这个他讲的不好 或怎么样 我认为不是每个人 都什么事情都很擅长 这是事实啦 但是呢 这个很明显的 他两次就这个议题上 来发言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高明 其实国民党里面 就没有一个对这个行业 对这个领域 比较懂一点的委员吗 我也不是这么认为嘛 那第二个呢 讲到那个业者 很明显的 苏文昌在笨 也不会是说 那个业者是在支持莱猪的啦 因为他自己 做的是本土猪 从那个饲养到加工 他怎么可能支持莱猪 所以呢 苏文昌讲那个话 绝对不会是说 他也支持莱猪 那个厂商也不可能 他支持莱猪 我不用看他的声明就知道 他现场不可能支持莱猪 他一定是说 他的猪多好多好 可以外销日本 然后呢 这个现在如果说 政府呢 打算就是说 政府这个畜牧的政策 猪肉政策 非常的成功 让我们可以外销日本 我认为是 主要是讲这个 业者不会傻到说 他要支持莱猪 因为他自己就 莱猪对他来讲 是竞争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支持竞争 那这个政府呢 其实对苏文昌来讲的话 现在强调说 我的行政院把这个拔针做得很好 让这个业者也可以很顺利出口 日本 重点是这一块 其实跟莱猪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莱猪也还没有进来 所以这个就像上个礼拜 丢那个猪内脏 那些都不是莱猪 那不是莱猪的内脏 那是台猪的内脏 那台猪内脏这样浪费 这个代表是你反台猪 而不是反莱猪 如果你像莱猪进来了 我丢莱猪内脏 虽然也很恶心 有道理 因为我不吃 可是现在台猪 为什么不吃 台猪很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有的时候国民党 太快急着拼选举 而且拼选举 如果说你是为了 整个大局的选举 那还有点道理 就为了个人 在单一个区域的选举 我认为这样子下去的话 其实国民党自己的盘算 这个我们尊重它 但是对于 作为最大在野党来讲 你对整个的民生 你就等于是 放弃了你这个监督的职责 但民党你觉得 他有在黑奖吗 有这个什么黑奖生产线吗 我认为 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好 现在的社会 言论自由 资讯自由 老实讲政治人物的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到底能不能干 有没有用处 都是摆在那边 受大家完全彻底的检验 真的做得好 真的有本事 你再黑也黑不动 再黑也黑不动 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处 再怎么样有什么 这个像之前 某某市长一样 这个不得了 怎么大赢 然后网络声量 是全国政治人物第一 又怎么样 最后结果也还是 这个失去了 他的这个地位 所以我认为 黑不黑 不是重点 如果你本身有能力的话 真的是黑不倒的 你没有本事 再怎么捧 再怎么相襟 都没有用 好 有能事 有能力 有知识 大家都看得见 好 不过这时候 有人在批评说 昨天的这个质询 好像这当中 有一些没尝试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 苏珍昌他去背询的时候 讲完质询 就针对莱族议题 要求政府要标示 寒来计 结果脸书专页 这个抓到的 这梗很绿 他们在脸书上说 基于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 不歧视原则 会员国不能强制 标示其他会员国的 单一危害物质 这是常识 然后呢 还轰蒋万安 不要让大家认为 是水准低到 只想获得 无知者的认同 好 敏焕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我认为 第一个我对蒋万安 是爱之深哲之切 他昨天的表现 我深深的觉得 也不太好 为什么呢 你今天你要选一个 台北市长的人 你应该是要肩膀要有力 你的任何的举止行为 你要太三崩于前 而脸色不拒 这个是我认为 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当昨天 苏贞昌院长去问他说 那你放哪一间 他突然间吓到 两个律师之战 苏贞昌院长 过去是律师 也是 然后蒋万安 他也是律师 理论上 这应该是一个 非常漂亮 非常精彩的一场攻防 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气势上 在整个言论上 这双方是差很多的 你说他那时候结巴 说呃呃呃呃 然后不能说 其实我再说一次 我对蒋万安 我是爱之深哲之气 你说他应该 当时他就要有气势说 不能说 我不能说 这个也是我等一下 跟各位来阐述到的 就是说 其实我对于蒋万安 我有非常多的一个期待 但是目前蒋万安 我个人的一个发现是 他还是第一个 太贵族了 太法律人了 因为他很多的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 他没有办法豁出去啊 他很多事情 他就是来到这个地方 我如果真的 我有一个目标 我就是要豁出去 来为我的目标 来做奋斗 来做抗争 这个是第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来 目前来说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场 非常标准的安排 为什么呢 扔内脏的时候 蒋万安不在哦 在整个攻防的时候 蒋万安是不在的哦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金铜 他需要做保护 因为他去做那个动作 后来 如果去上了国际媒体 真的是不好看 不好看 然后后来他出战的 过程当中 他昨天讲句实在话啦 就整个电视来看 他是失分的 但是我要用一个比喻 来跟各位做分明哦 虽然看似失分 但其实他并没有失分 我们举个例 川普跟拜登 每次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你都可以发现 那个川普洋洋得意的样子哦 川普真的比较会讲话 那拜登呢 拜登的卡哈曼啊 他小时候就口急啊 他讲话不是他的一个强项 但是他的强项是什么呢 他的强项是协调 所以他的强项是在外交这一块 现在目前大家就非常担心 他会拉帮结派来打群架嘛 但是后面各位 拜登跟川普后面的打仗 各位谁赢了 这是第一个要去讨论到的 然后再来 我们要去讨访信工这一块哦 信工他不是养殖场 信工类似什么呢 信工他类似于加工冷冻处理 那因为信工我个人去过 他们的投资额很大 信工几乎 屏东如果 屏东 高雄 南边 因为租很重哦 先跟各位谈租非常非常重 任何重的产品 他就不会运很远 因为他运很远 他的运费会非常非常贵 所以他们是把租收进来之后 检查他的药物 检查他需要的 做了整个分别产理完之后 打包分箱 分成一箱一箱的 我急速冷冻 冷冻完之后 用战板拖出去 坐飞机也好 坐船也好 送到日本 送到世界各地 所以现在有个问题是在于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 对于养租户 对于处理户 这个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这个我们也要了解 那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目前以所谓的莱猪来说 对我们的经济冲击是不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占百分之一点二 但目前大家在担心的是说 现在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在台北随随便便买一个便当 要一百块钱 可是还是有人在卖五十块六十块的便当 谁在买呢 比较没有钱的学生 比较弱势的人 那到时候这些租进来 它的价格可能是比较便宜的 这些猪肉会流到哪边去 我认为以政治人物来说的话 他需要来讨论的是讨论这一点 所以就目前的一个大架构来说的话 我个人的一个判读是 蒋万安来到这个地方 他要坚强 他真的要为 如果说他真的有目标 因为目前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 他目前胜出来这个讯息 虽然说他嘴巴还不说 可是我们从他各地去安排了 法律的一个服务 到目前去增加他的一个曝光来说 对国民党 他们非常需要一场胜利的战争 就跟投名状里面一样 他们需要一场有利的战争 但是有利的一个战争 需要一个有利的一个领导 而目前来看的话 蒋万安如果说他未来要出现 他要再加强 就整个美租的一个状况 莱租的一个状况 现在下个月就要进口了 他对我们的冲击是不大的 但后面情况会如何呢 这个后面大家再来说 好所以后面的这个部分 到时候再来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微要来看到的 有关于这个中澳之间 现在真的是关系越来越恶化 中国外交部不是贴了一张 讽刺这个澳洲军人的假图吗 结果现在澳洲的美日电讯报 他们也反击 在这个封面上面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大家很熟悉嘛 六四天安门的坦克人照片 后面还加注说 This photo is real 说这照片是真的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来 好刚刚我们一开头就讲说 国民党最近一直在出招 但问题是这些招有没有效果呢 在网络上它的声量 也许看起来蛮高的 但这些负面的声量 对这个党来说是好的吗 我们看到在之前 这个飞行的大长头之外 然后这个国民党立院党团 他们不是也说 他们开党团大会 还被警官队监控 后来警官队说 哪有 我们在这边已经只十年了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倒菜兜的事件 时期怎么看 国民党最近频频出招 国民党的这些声蓝的支持者 其实是非常high的 觉得哇终于像个在野党了 哇这果然硬起来了 就是很high 但是这有一个危机 就是会走向韩粉化 就是你很难做扩张 你还是固守原来那些人 然后原来的这些人 他们就不断的被刺激被刺激 然后行为就会越走越偏激 那所以你从声量上面看 哇国民党就说声量好高哦 是别的政党的两倍 是民党的两倍 可是因为负的声量 其实是高的 这可以显示在 国民党支持度的民调上 也就是说各种民调显示 国民党有没有上升 有但是都在三%以内 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就是说你强攻了三个月 然后如果这么振奋 然后手段这么的厉害的话 你应该要成长的幅度 很明显判得出来 然后并且可以 可以造成执政党的危机和威胁 可是看起来两党的差距 还是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国民党要思考的是 自己战术上面的运用 是不是得宜 譬如说 在猪农这件事情上面 因为猪农协会不是发了一个声明 你们这样子乱丢这些猪内脏 就是糟蹋我们 我们看得非常痛心 然后国民党智库里面的人就跑出来说 猪农都被摸头 那我会觉得说 不对啊 就国民党要帮台湾的猪农发声 应该要跟猪农站在同一阵线 就这些都是我的友军 然后我们大家合力起来 来进攻执政党 这才对嘛 结果没有啊 回过头来骂自己的应该的盟友 这个很奇怪 第二个是说 好 这个找基层的远警去开刀 然后你监听 你根本就在监控我 你在做料杯啊 你白色恐怖 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广大的这些警员来说 你为什么要去找基层开刀 你有种去找大官开刀啊 你如果对于政策 对于这些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你应该对准的是苏贞昌啊 对准的是行政院那些人啊 执政者嘛 你怎么会从基层底下来开刀 那所以对于这些基层来说 你打击面就很大咯 也就是说 我觉得国民党有一点不断的在扩大那个 他们必须要防守的范围 就哇 怎么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如果这些敌人越来越多 你打的基层 那个散出去 你根本来不及防守啦 就是这些才是你应该要拉拢的对象 你们应该要变成盟友 一起合力来进攻执政党 说我告诉你 你这样子要求不对哦 你竟然叫我们跑去监听 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 就是说你打错对象了 那会使得自己树敌越来越多 使得盟军越来越少 这件事情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有点得不偿失 所以国民党是不是有 有没有想清楚在这个操作的部分 是不是反而变成了盟军越来越少 好 刚刚其实时期也讲到说 但是这些动作都让深蓝的很嗨 我记得请下主委 你怎么看因为有一些中间选民 可能说深蓝很嗨 但是中间选民或是浅蓝的 他会不会觉得说 哎呦这国民党啊 怎么丢这些东西 感觉上让他们觉得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像只是在刷存在感 你觉得对国民党来说 到底是有没有加分呢 我曾经问过几个蓝军的选民 我问他一下 我说你觉得 这次飞行的朱大厂的感 观感如何 对 他还不好啦 不好 对 他是这样讲 那我说如果今天 是民进党丢国民党 那完全不一样 如果今天是民进党 丢国民党朱大厂 所有民进党支持者说 不能受动 Case他应该搞 所以这两个党的支持的 选民的结构是不一样 只要民进党决定干一件事 做一件事 所有选民挺到底 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做任何事 你硬来 硬的人说你好 那些觉得理智行 好像这样不好 太野蛮了 那如果你温吞一点 你一看 问梁公谦让 朝廷都被你让光了 你还问梁公谦让 所以国民党先面临到 他的支持群众 是两个极端化 所以说这次的 飞行朱大厂事件 很多人觉得很high 超high的 哇 这样就对了 还不够狠 要泼租粪才更狠 还有人这样讲 泼租粪以后 没有人敢去采访记者 可是又有一部分的 年轻人说 这样子好吗 不能理智一点吗 那才讲这么一句话 开始就变成 国民党自己的 支持者在互打了 马上这些人就讲说 你这个家伙 蓝皮绿骨 你到民进党去 你滚出国民党好了 所以这就是 两个党之间的支持者 成分最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在要再造之前 要成一个 所谓的 成熟的战术之前 第一件事情 你先要知道 你的支持群众的走向 你支持群众能不能接受 你这个两个极端化的做法 是不是能够 把两个力量 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符合 你这两股群众的做法 否则你 无论你做什么事 一半人称赞你 就要一半人骂你 那你这样 整个党的力量 是很难整合的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他们这几天的 这个操作 你觉得是OK的吗 正向的这个 正面的反应比较多 所谓的那个铁蓝的 凝固住了 那个铁蓝 钢铁蓝的凝固住 他们都觉得很好 应该要这样子 而且还记得要持续给压力 那当然这些 所谓的比较理智性的 比较年轻的 他就觉得说 需要搞成这样吗 对 所以我觉得 那我觉得国民党 到底你要取舍一下 你要把这个传统 固有的铁蓝固住 还是你要不断地开发 所谓突破铜纹层 去找一些浅蓝 甚至浅绿的人 让他认同你 我觉得国民党未来的路 你要思考得很清楚 你要守住这一小块呢 不再突破了 还是你要舍得 然后去突破 做更大块的事实 伸来也没用 伸来又不是说 手上有五张票 大概是一张一人一票 对不对 好那除了这个 国内的情况之外 我们还要来看到 是AIT的部分 因为现在美中经济 跟安全审查委员会 就建议说 应该要提升AIT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位阶 说这个职位应该改由 总统提名 由参议院来同意 这部分我先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 说这样子的话 那有什么差别 这意义到底在哪 好的因为首先 根据台湾关系法里面 第六条 这个美国呢 当时因为撤销 对中华民国的 这个承认 就是断交 他令了一个台湾关系法 里面呢 为了表示 他没有这个 要承认这个中华民国 因为他已经断交了 所以台湾关系法 第六条规定 他在台湾设立了一个机构 叫美国在台协会 这是一个非官方机构 台湾关系法第六条 就是讲这个 那当然大家照着 只是一个障眼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规定还是在那里 所以呢 美国在台协会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地方是在华府 有一个总部 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官方机构 然后呢 但是大家都知道 真正的重点在台北办事处 台北办事处的主任 才是真正重要的人物 就是现在的利英杰先生 他就等于是大使一样 但是因为刚才讲到台湾关系法 第六条的规定 所以他一直只能称为主任 他不能称为大使 而且因为那个非官方机构的 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这个限制 所以呢 他的任命也不需要 像其他的大使一样 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同意 而是在美国国务院里面 这个经由他们的行政程序去派遣 而且呢 他的位阶稍微也低一些 一般来讲 外交官最高层阶是大使 那第二节的是公使 还有就是加公使贤的参赞 这是他们里面的等级 现在的这个利英杰处长 大概是相当于公使贤参赞的地位 因为他前一个工作 就是前一个职位 就是差不多这样的职位 那现在这个台美关系 如果说有重大的这个变化的话 像这个AIT的处长 这个改名 而且要经过参议院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他的工作还是差不多 但是呢 这就代表了台湾关系法 第六条 那个把AIT设为非官方机构 这个地方 就有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 那这一条有重大变化 就代表说这个关系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即使这个障眼法要拿掉 就是官方关系了 就是准外交关系了 准外交关系 这个影响非常大 其实上他现在 不管叫大使也好 叫主任也好 这个他在台湾的这个地位 他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变化不大 但是呢这个名称一改 涉及台湾关系法的变动 这可以说是40年来 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 好 所以朗东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突破 对不对 可能变成一个准外交关系 没错 其实在整个美国这个报告里面 还包含是说呢 中国呢他用非常多语言文字政策等等 去处理台湾这个问题 所以他重点是什么 希望美国跟台湾之间 加强经济上面的一个合作 因为对于台湾来讲 过去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贸易 依赖的问题 使得中国可以跟台湾 不断的进行勒索 那现在是说呢 台湾借由美租的进口 跟美国之间贸易自由化 打开台美之间的大门 所以说这美租进口 不只是一个猪肉的一个问题 它包含是台美关系的全面提升 以后中国要打压台湾的话 或中国要联合其他国家打压台湾 美国会出手帮忙 美国会提升这个AIT 台湾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认为的是说 现在国民党他一直想要炒作 说这是一个食安问题 这个是一个美租问题 他没办法解释 第一 为什么过去国民党 马上就要开放美牛 第二 他有什么样更好的一个方法 去处理在中国打压之下的一个台美关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有关于中澳之间的关系 一直在恶化当中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之前就在推特上面 PO出了一张 人家说是假图片嘛 就是一个澳洲的军人对南童割喉 然后就引爆了澳洲的怒火 他们就要中方立刻道歉 好 现在纽西兰总理也出来挺澳洲 可是中国的外交部还是继续的呛 我们先带来看看最新的情况 澳洲大兵持刀架在阿富汗儿童脖子上 触目惊心的惊悚图片 出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上 一秒子一怒 澳洲总理 一个外交部官员自认为遭无辜杀害的 中东平民声援大拉拉PO假图片 无端造谣声势 煽动仇恨 莫里森要求北京当局立即删文并道歉 澳洲媒体则以欺人之道环制欺人之声 抛出这张世界知名的天安门坦克人照片 还特别强调这张照片是真的 没想到中国不但不认错还高分被反抢 澳大利亚有军人冷酷的杀害阿富汗无辜平民有理 但有人谴责这种冷酷罪行反而无理了吗 阿富汗人民的命也是命 趁中澳政府隔空遭火 讽刺图来源插画家自称战狼画手的乌合麒麟 还火上加油说要再画一张 还是奉劝莫里森好好面对现实 如果今天晚上有精力的话 可能会再画一张图 现在忍无可忍连纽西兰总理都站出来声援挺澳洲 从葡萄酒关税到争议贴图 中澳关系加速恶化再度降到冰店 新闻陈佩如中澳不到 纽西兰总理也挑出来力挺澳洲 我们也看到这一张照片 这就是澳洲的每日电讯报在头版做出的反击 这一张照片非常有名 就是六四天安门广场坦克人照片登到了版面 后面加注说这张照片是真的 这个事情是继续的在扩大当中 那最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是一波三折 我们原因要从川普政府时代开始说 川普政府时代有很多人就帮他打前锋 澳洲是其中一个 所以澳洲这次在很多中国的议题上面的话 因为过去跟两国之间已经形同水火了 为什么形同水火呢 澳洲人民非常反中国 那为什么呢 澳洲人现在自己买不起澳洲自己的房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中国人去买 甚至于现在在澳洲很多的超级市场里面 必须要有两个服务员 一个说英文 一个说中文 这个是目前澳洲的一个状况 但是澳洲呢 后来他发现往前冲 有点冲过头了 所以澳洲跟日本突然间想一想 不太对 为什么呢 今天中国发改委发了一篇文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多少人呢 14亿人在消费 那澳洲呢 牛肉 红酒 大麦 铁矿砂 通通得卖 那怎么办呢 所以之前呢 Morrison曾经稍微身段放低一点点 那为什么身段放低呢 为了红酒 因为红酒这一次加税 一口气最高 加到212% 但是想不到这两天 就一波三折的 真正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本来大家是想说 那可不可以坐下来谈 想不到中国战狼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第一个来 王毅跑到整个日本 跑到韩国去 大家突然间发现说 哎呦 很凶耶 非常非常凶 然后第二个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中国外交部拿那个澳洲大兵的那个图 真的是不对 因为那是杜撰的 然后杜撰完之后 我们又发现中国这些民众们 哎呦 你们不喜欢是不是 等一下我们再来加一张 那是怎么样 火上加油嘛 那火上加油这事情玩得了吗 我认为就玩不了了 可是玩不了 这对中国跟大家坐下来谈 有帮助吗 完全没帮助 最简单的 最近英国已经确定了 本来英国为了中国华为的一个问题 一直在那边前进后退当中 不用华为很贵 用了华为担心机密被偷 那现在来到这地方 他们干脆吃了衬妥铁了心 他们就说好 2021年的年底 好像记得是7月还是9月吧 华为的产品一个都不能用 这个就目前的一个状况 可是各位不要小看拜登 很多人都想说 那拜登过去很软弱 我因为老师的时间应该比我还久 我个人看拜登 他过去在外交委员会20年 他是欧洲的一个专家 所以最近其实他在默默不说 不声明的过程当中 已经开始在拉帮结派了 特别是他们过去的官员 都开始在动了 但现在有几件事情 是不得善聊的 就是当我们很觊觎 中国的消费市场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我们很多财商 其实遭受到不公平的一个待遇 我们这次也发现 澳洲来到这个地方 那中国人在说话 那个嘴脸 你真的是看得下去吗 我们现在台湾的 台商的架构就是很简单 过去在中国做生意 帮他们盖了场 帮他们养了人 帮他们缴了五宝一斤 付了好多人的一个生活费 那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壮大了 他们说我们要自己做了 你们要不要到越南去 你们要不要到印度去 所以我们最近可以发现 为什么台湾这一两年 哇工业区土地一直在抢 整个印度啦 整个越南好多人 一直在进驻过去 因为其实台商心中 有很多说不出的苦 同样的道理 澳洲来到这里 他们也有说不出的苦 为什么呢 中国他们算盘打得很精 可替代的他就加税 例如说什么呢 牛肉我没跟你买 我可以跟阿根廷买 红酒我没跟你买 我可以跟智利买 大麦的不然的话 我如果不跟澳洲买 我可以跟哈萨克买 这个叫有替代性 有替代性的通通加税 那铁矿砂呢 铁矿砂是我国防的需求 内部的需求 这个有需要 这个就不加税 所以他们是有挑的 但就目前的一个 大架构来看的话 如果双方在这样子 一直吵下去 你找不到一个点 把这个风波平息下来的话 双方只会越演越烈 好 就怕双方越演越烈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继续谈 好 我们刚刚讲到 中澳之间的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角力 现在好像第一步 是变成了葡萄酒世界大战 好 怎么会这样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 澳洲每日电讯报的头版 刊出了六四天安门 坦克人照 还故意在下面写说 这张照片是真的 就是在酸中国嘛 然后呢 纽西兰的总理力挺澳洲 然后这个日益德美纽 总共有19个国家的议员 他们就组了一个联盟 发动全球挺澳洲葡萄酒运动 接着呢 我们的驻美代表 萧美琴 他也在推特上面转发这个事情 然后后面他还写说 似乎是时候 囤几瓶澳洲的葡萄酒了 所以后面 大家就在笑说 会不会来个一人一瓶